2013年8月安平港正式成为自由贸易港区 预计可以创造250个就业机会 但台南市医院陈文科却发现 到目前为止经过两个多月 安平自由贸易港区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陈文科在总质群上 送上写着良药苦口的活化安平港建议书 希望社府单位好好阅读 陈文科表示安平自由贸易港区 只要整合物流产业业者配合快速船只 共同开发连接大陆各港口 将会为台南业者带来庞大商机 陈文科议院认为只要做好大陆港口与安平港区 的连接将传统产业与农产品 外销大陆才能提升台南安平港 自由贸易港区的国际竞争力 希望社府单位好好关心 记得周权与农产与农产与台南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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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